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竞争了18轮的比赛 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现在排在积分榜首位的呢 依然是上海金外滩代表队 紧随其后的是厦门港务外带队 现在名列第三名的是北京中家队 第四名是大庆红港队 第五名是大连一春堂队 第六名也是江苏队 也是非常不错的流制队伍 也算是老牌的禁旅 那截至到前18轮呢 这个个人的积分榜上呢 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由于这个率先的孙永征呢 在第18轮呢输给汪洋 这样他这个个人的优势呢 也大大的这个削减 这样呢 这个赵荣和汪洋 还有孙永征以及许云川呢 他们四个人的胜率呢完全一样 都是分别取得了十四胜四败的这个战绩 就是个人积分榜上呢 赵老师呢 由于这个后手的胜局比较多 因此暂居呢 个人的积分榜第一位 那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对局呢 是选自通信体协 甘肃移动队 对阵广东 东莞队 这两个队的之间的一场精彩对局 好 下面我们边走边聊 那双方是以中炮队屏风马布阵的 接下来黑方呢 是走 巨九屏八 红方先挺骑兵 那么再出居 这个骑的就是说等于红方呢 给黑方的一个选择 就是有左炮风居 那么许云川呢 还是沿着以待 选择了比较常见的 这个上车马 这儿红方呢 就是走九二十六路 过河局 对 很快双方形成了 过河局对平坡对局 之后红方采用激进农兵的攻防 那朱松斯呢 大家也知道 他是来自广东队的选手 那么这一次呢 等于是 对阵自己的这个母队 因此呢 也应该说多少呢 面临着一些心理的这个考验 没错 但是朱松斯呢 从这番棋的表现来看呢 他还是放下了包袱 为这个他这个今年给他签约的 也就是说的 租借他的通信体协甘肃移动队呢 尽了全力 也是出人意料的呢 取得了好成绩 那么接下来黑方走适时日务 并级 那红方选择这个极尽中兵的 这种下法也表示了一种姿态 也是下得非常的果断和勇猛 那这儿呢 就是逐步进入了比较流行的 这个阵地当中 对 许云川呢 是采用了先鞠 逐七七一对 此外还有先走举八进八 举八进八先压 这个次序略有不同 但是结果往往也很接近 对 先鞠七足呢 红方 马五进六 越马争先 去登这个对方三路马 这个时候黑方呢 再走举八进八 举八进八 这个前后次序可能差不太多 这儿呢 就是说 红方当然比较多的是走马八进七 这是最流行的 红方另外一路还有马六进七的变化 直接踩马 就是这个棋呢 值得大家呢 引起注意 如果走举八平二呢 感觉动作呢 有一点慢 稍微有一点慢 东兵会冲过去 你如果吃炮 他举九进二 对 以后有一个举九平六 这样的强杀的手段 比较强 所以黑方这个举八平二呢 不要认为这个点击啊 仅仅是为了平局 这个压马压化 这是一个威胁 对 是黑方呢 将来呢 要采用的一个战术手段 那么黑方这个棋比较厉害的呢 还是走的 足七平六 是 这招棋 对红方的这个压力呢 还是比较大 所以说 一般的这个选手呢 走到这个局面 一般不会能把它 由于黑方这个平足呢 反击力呢 也是比较强 那么走到这儿呢 红方最常见的 是走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然后黑方呢 一般都是采用小三进五 这个弃子 球工 那马八进七呢 是熟套 清说熟路 这也是比较稳正的 就是说 因为以前出现 比较多的一种下方 比较常见嘛 因为你点击 你要压我的马嘛 我先上来 然后在待机日中 那本局呢 红方采用了 炮推衣 陈中炮 这种走法 这个走法呢 是在前几年呢 相对来说 比较新颖的一种下方 前几年呢 也一度呢 大家纷纷的采用 就是在那个 电传会议赛 那个预浅赛当中呢 对 运动比较多 那他这部棋的好处呢 就是说 我炮一推回来 可以不像了 我这像可以随时呢 连起来 但他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由于本身退一步炮呢 没有再去运用左翼的 这边想有点慢 对 动作上有点慢 对 因此呢 这个又给黑方呢 带来了新的这个考验 对 那么走到这儿呢 许云川呢 他依然是采用了 气子战术 那除此以外呢 黑方还有一路 马上退四 直接忍让 这路变化呢 我记得最早是由这个 上海队的万春林呢 嗯 他曾经采用过 呃 但这路变化 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红方呢 将来 居酒精英 居酒精英 按抚着一个炮武精 炮武精武打江抽居的手段 哎 黑方要足武精英呢 红方会再跑二平五 嗯 这儿红方进攻的速度也比较快 对 就中路直接就 这个立体攻势了 这路变化也有一些棋手呢 采用过 应该说双方机会相当吧 那巡砖之所以没有采用这路变化呢 他可能认为 这下三七五呢 变化 更利于呢 这个防御 或者攻守兼备 他的指导思想呢 就是说 你既然速度慢了 我还是采用弃子的策略 将来呢 我争取在进攻的速度上的加快 争取弃子度势 总体呢 是这么一个构思 那我们看红方继续的采用的招法 红方 冰漆进一算 这步骑呢 也是一步呢 构思呢 非常奇特的这个走法 嗯 按照常理呢 你再有想法这条骑 如果马来进气的话呢 黑方会居平三桌 居平三桌 那么你马 这个马正好大家看 它没有好的位置 要么踩势 要么就是蹬回来 马七进八呢 这个位置呢 比较差 容易丢 肯定这个马就丢了 因为平炮啊 捉再捉 马就捉死了 对 这个马啊 就是很危险 嗯 如果马七退 我登一个市呢 这个琴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肯定是得不偿失 对 因为你这个中 中边冲下 你冲下随时可以登过来 对对对 这是有一反击 这儿的情况呢 红方仅仅是 赚得了一个市 而左翼子立呢 没有动 比较慢 而且这边是面临的一个后手 就是黑方随时可以要冲掉你 这棋应该说黑方占用 嗯 黑方大此太快了 呃 如果红方走马七退伍呢 比如踩足踩回来 这路边的话也比较复杂 嗯 一灯 打着像的 红方的像 不能 要补一个 这儿黑方可以把这个马呢 再退回来 再马五退三 那么等于说 退回来 这一系列的转换之后 黑方得了一个子 哦 也没有得一个子 没有得子 就是找回狮子 找回这个狮子 但是呢 就是出子的速度明显要快于红方 对 这个棋等于是双方都有一个足过河 对 啊 但是相对来讲呢 黑方动的大子呢 更多一点 对 毕竟红方左翼的鞠马炮 还在原位 没动 没错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应该说呢 反击的机会比较多 那么给大家提问 将来黑方这鞠 什么类鞠啊 三瓶四 这个鞠呢 像过后点 对 而且将来这个棋呢 有平足 一八瓶六 对 这一代 红方底线也有 还是有一些顾忌 另外 红方这个 窝心炮 一旦处理不好呢 这两个式 非常容易被利用 比如说以后 就相当的危险 点或者点 都有点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呢 并没有把握 没意思这样想 所以红方的这个地方 也没有去踩这个马 所以红方走了一张 马的平漆没走 冰漆 它的用意呢 就是说 当你拱了足以后 一蹬的时候 那么我再吃 你在居一瓶三 我就可以这个马漆退六 给自己多留了一个点 甚至以后可以泡八平漆 这样背后保住 是 这步棋应该说是一步呢 比较有想象力的这个走法 设计的也比较好 但是从战术上来说呢 是比较精巧的 但是从整体来看呢 这个棋 由于本身红方呢 就是强行进攻嘛 对 也带有很大的风险 对 他这个冒险性非常强 这个周中森呢 本来是一位呢 就是较为稳健的这个棋手 那么通过今年这个赛制的洗礼呢 他的棋艺风格上呢 也是正在寻求一种的转变 寻求 这个先手就要迎棋 其实这种策略本身 也把这个红方的一些潜力 要激发出来 是 因为你不赢也不行 所以只能这个 不管是冒险也好 不冒险也好 你总是要试一下 那应该说 徐云川对周中森 也是比较了解 这个毕竟呢 是同队的队友 当然徐云川 也可以称作这个大师兄了 这个比他成名啊 出道都早了又十几年 将近十年 所以说呢 徐云川同样也是 朱鲁丝的这种模范 那么朱鲁丝这场呢 对自己的娘家人呢 没有放下 这个个人的思想感情 而是放开了这个去进攻 那么这时候呢 黑方权衡之后 选择了把这个兵吃掉 另外黑方如果走 居一平三 也有这种想法 或者马三岳刺 居一平三的话 直接马三岳刺回去 可能可能直接回会好一点 回去这儿呢 红方桌拱命的黑方 在居一平三桌 这也是一路呢 可供选择的走法 就是黑方在大紫上呢 先不丢 然后呢 再寻求这种反攻的机会 那黑方寻川呢 走的也是比较积极 红方 吃掉了 这个肯定要 那他就像我们前边设计的 如果你这样 再下居一平三桌的话 我可能就多了很多手段 跑啊平七啊 主要是平跑 黑方寻川呢 走的也很果断 他没有拱这个足 因为拱这个足呢 这个足啊 永远不很拱 这个足离线通了 最主要红方巨丝金二 因为你这个地方打不到了 就是他这边打着像呢 一炮只能用来保像 所以那个七路炮就比较尴尬 所以说黑方呢 一般的情况下呢 先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才能拱 对 他不能先拱 对 你先要把像的这个地方处理好了 才能去拱这个宗兵 先拱呢 就是容易出毛病 嗯 这儿黑方先走 抛出去打了 那如果你再捉 我就再打 打完了以后 我就可以拱了 对 那 红方也没有上当了 当然不能进去捉了 这时候 黑方 巨丝金二来捉马 红方呢 正好这个马呢 就是进入到腹地呢 以后黑方 巨丝金二 实际先手利用 你看当时我们就是分析的时候 有一个巨瓶三桌 那通过这一打之后 又多出来一个巨丝金二 嗯 红方呢 就走跑八瓶器 这时候也不能登 登了马七进五十先手 所以这个跑八瓶器 他又不愿意回马 回马他等于巨通了 对 接下来黑方的炮丝金二 这几步琴呢 就黑方走的呢 比较 中整 对对 他并没有急于去 吃这个族 样子很稳 他是黑方先把自己的 正式呢 走后了 对 后击 薄发 是这么一个思路 因为这族可能是 黑方的权利 因为红方 这个永远不敢冲下去 红方这种拨动太慢了 对对 因为毕竟红方 这个左翼子力啊 还没有怎么动 嗯 所以黑方呢 叙事再发 把这两个戴子炮连上以后呢 先调好了行 将来就有 很多的反击手段在里面 所以说红方这个时候呢 也要时不我待 争取呢 快速的跟对方纠缠 对 你要纠缠慢了的话 这黑方的族一旦都通起来 这个旗下长了 红方也很难说 红方呢 比如说 要怕黑方驹出来呢 也可以考虑走居自平巴 这个可能是 也是比实战呢 要好的这个选择 嗯 因为毕竟黑方驹呢 投入了速度慢 对着这个区呢 脱离了险地 将来再赶快呢 呃 不不齐啊 把自己的阵型呢 巩固一下 那时代当中呢 可能还是想 你如果封住 是不是这边 会压力大一点 是 有点不太甘心 也有点怕 这个旗 这个旗就是红方呢 这个右翼的弱点啊 啊 这个有隐患呢 对 也是很难解决 对 因为你得了紫了 这边必然就有风险 嗯 那红方在时代当中呢 选择的是呢 跟对方呢 拼命似的这个下法 这个下法 我们在前面介绍的时候 也提示过大家 形状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还是有一些借鉴在里边 这个甘肃 这个移动队呢 应该说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啊 这个一场未胜 所以说 前半盘下的不太好 应该说 就说他们离降级呢 是越走越近了 但是作为他们队来讲呢 呃 下的也很顽强 没有放弃啊 也特别希望能够取得呢 这个一场的这个胜利 因为甘肃队这个四位选手 除了朱松思 是从广东队 呃 戒调的以外呢 其他的几位选手呢 都是本土棋手 都是本土的 也可以说现在都是业余身份的 没错 那他们这些队伍呢 呃 重在参与的这种精神呢 还是非常可贵的 这场而且特别是 在最近两轮呢 发挥的非常不错 在这一轮 第十季门的比赛当中呢 非常出人意料的呢 战胜了 旅期许云川 领衔的这个广东队呢 也是震惊了这个气谈 那么这盘棋呢 应该说朱松思呢 下的也非常的勇猛啊 好 接着我们往下看 剧手机以后呢 这个老友初中兵啊 这个威胁 因为再一冲你 如果踩上来就不是先手 这边打将先吃剧了 当然这个直接冲呢 黑方也能登 这个也有蒙公的杀棋 因为这边踩着这个去 但是寻川呢 为了这个棋呢 保险起见呢 他就先把这个局面呢 展开了 先走马七进八一登 马七进八 那是个先手 那么寻川在本轮的当中呢 他用的时间也比较少 这个大家呢 也是可以想象的 那其实这几招 其实都是B招 黑方这个先手一退让 也是一个桌吃 因为桌呢 是蒙公 这儿等于黑方的先手呢 把这个局呢 脱离了险境 确保了这个两个族的 物质的补偿 那我们等于再分析一下 这个局面啊 这个红方确实是多子吧 这个显而易见的 但是黑方有两个族的补偿 并且各大子活跃 再有就是红方这个局 可能这位置也是有一点问题 比如说随时人家有一个闪 可能你还是 对或者捉马 你还是面临丢子的问题 就是从前半个来看呢 这个徐云川呢 在这里给大家也做了一个榜样 对我觉得处理的非常简明 而且非常有效 它不仅是简明有效 而且是给人一主啊 非常厚实的这种感觉 就是让红方呢 一直找不到 黑方的这个破绽所在 这个徐云川之所以这个厉害啊 也前两天这个 恰逢这个跟黑林文阳队 我们两个队在主场这个啊 聊天 陶耀明也特别欣赏徐云川的棋 说赵国荣跟徐云川 他两个棋啊 走得非常厚实 所以说今年的赛制呢 好像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当然这是陶耀明 在个人的一个观点 在此呢我们仅做一种 呃 就棋手对棋手的一种感受吧 但总的来说确实 他们这盘棋来看呢 黑方走得呢很结实 那么周中斯呢 对徐云川也十分的了解 嗯 他也在不断的盘算 如果用比较正常的进攻手段 肯定是难以撼动这个 黑方这个城市 所以他 非正常手段 他走了一种非常大无畏的这个精神 嗯 与对方呢 啊 进行了这个 血战到底的一种策略 好 我们接着来往下看 那这时候洪方 这个 居酒平六 居酒平六 他就准备呢 其中子力向对方这个中路啊 啊 去进攻 强行组织一些攻势 那黑方居于平二 这热气很大 这是一个绝对先手 对 这热气很大 但是呢 周中斯呢已经做好准备了 他不再去 啊 淘这个子了 嗯 他直接 居三平五 那么居三平五就是准备中 中路杀出去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吃再吃 随时有砍像 那可能中间太厉害了 对 黑方呢 也有很大的顾忌 因为这个马呀 在府地啊 这个将来老有这个音乐 对 杀旗 居于杀中族以后 对 杀旗太多了 暗杀的手段 对 所以许云川呢 在这里呢 他也硬的呢 比较的稳正 就是攻守兼备吧 先浸泡呢 先把这个马 这个要命的这个马的位置 先给他逼走 但 周中斯看一技不成呢 骑这个马 巡船没有上当 一打走这个马呢 也就意味着 红方的攻势 那红方没攻势了 要很大的削弱 因为这个 你看 就是我们拿掉这个马 看红方很难组织 有效的攻势 对 退中 假设说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 作杀手段 都要依赖这个马 最终这个动作就慢了 那黑方可以很从容 把这个马 就把这个吃了就完了 所以他现在这个马 太关键了 真的是眼中钉 退到这儿呢 也没有用 因为黑方都 太慢了 太慢了 所有这些手段 所以周恩斯呢 采用了一个 非常的手段 他直接马登中式 就把这个试给 这个马就像你说的 退回来 没有前途了 没有前途了 对 他这个马就登一个式 就跟你拼了 对 他吃掉 那这时候巨武之二 继续气死 那还是 因为缺了一个式嘛 还是对黑方的中路 造成了一些威胁 将来红方呢 就是说的 将来有巨武平西 扫足啊 巨武平六啊 对 这些手段 采取了 强攻还是 那巨川呢 这里依然 走的攻守前备 走的还是十分 你看这个地方 他也没有吃这个马 本来黑风呢 也可以考虑 马发尽量 也许 反击的力度 还要更强一些 但巨川 为了安全起见 回马呢 将来能保住中士 也是攻守前备 对 这个走的呢 依然是 竟然有趣 好 那么双方的激战呢 依然是 不可避免了 巨武平四 五方平居 捉马 黑方又捐尽 固守啊 都把这个好位置守住了 固着金汤了已经 这黑方这个旗 你看完全不怕纠缠了 这个炮和马 太慢了 应该说黑方呢 通过中局的这种啊 展示出这种后事呢 依然逐步确立了这个优势 对 雄方的攻势呢 依然是逐步看不到什么踪影了 嗯 但是周松思呢 他也是 孤注一掷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孤注一掷的感觉 他这种赌徒式的这种走法 就是啊 直接用炮就把对方试 特别意外啊 这个令徐 这边打吃吃的 让大家都特别意外 肯定临场他也是 没有料到 就是拼了这种骑 表态表的非常明显 但是大家也 甚至啊 这个赛制呢 黑方用的时间很少 嗯 那么这种走法呢 我们不能完全拿这种艺术啊 拿这个精确性来分析它 但是呢 红方这种呢 非常带有竞技性的这种搏纱呢 也确实给黑方呢 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压力 嗯 那徐云川呢 也是在平民掌口之后呢 时间出现了紧张的这个状态 对啊 那这个炮肯定要吃啊 那什么时候吃怎么吃 麻烦 如果你要是直接舔呢 对方这个中间一灌浆 灌浆你只能电中鞠了 就是黑方呢 感觉不是特别的啊 愉快 不愿意这么接受 那黑方先打了一下这个鞠 可以 我觉得因为吃炮 随时都可以吃 红方呢 平中鞠 这个时候黑方不能对鞠啊 对鞠对掉 红方这个炮 就打回来了 绕回来了 其实他一直都没吃这个 我就觉得 那这儿黑方肯定要吃了 吃了以后呢 红方抛弃平我 闪江啊 本来是红方多一个子 现在通过这个弃子以后呢 黑方多子了 变成黑方多子 红方多两个子了 等于红方那两个子 坏了两个子 接下来黑方 鞠八平五 对鞠 强行对鞠呢 很稳 因为这个如果出降呢 他这个地方老有江 这就杀冬了 不行不行 黑方受不了 所以黑方鞠八平五呢 因为中间一厚了 就没问题了 这个鞠 对边电一层 但是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黑方这个鞠呢 可能被牵住了 对 也粘在这个中路上了 对 那红方有鞠五平散 这个把一样是棋子 那接下来呢 黑方 鞠二斤六把这马吃了 又吃一个子 那寻传这个时候 我想可能 净多两子了 他也觉得 这个猪丛丝 连弃了三个子 毕竟呢 我人多势众啊 多了两个大子 虽然差两个势呢 而且我随时砍了炮 可能你都不一定 能杀得进来 应该说从其上来讲呢 确实黑方多这个子啊 还是有绝对的优势 没错 但是问题呢 就是黑方时间呢 也比较吃紧 那么猪丛丝抓住这一点呢 最后呢又 发起了这个 再带有这个 适当性的这个攻击 先进居 吃对方这个炮 看黑方怎么用 那么群川仍然沿着引弹 群川这段都下的没有问题 他先走了一个炮瓶森 他先炮瓶森 打了一下 他削弱一下对方这个 啊 势力 嗯 就说的防御的预养 你如果这个时候 强吃这个炮的话 他打像一僵 你不是的话 他肯定不行 打是个狙抽了 你如果上来 可能这六路狙就被牵住了 你以后永远抬不起来了 因为这边一顿是沙奇 所以说他也是对 红方一个考验 那红方这个适时的避让 向西进九 那么再下炮三进一 那这个转换之后 有两个好处 这炮一让呢 G等于通透了 我随时可以回撤防守底线 许川我觉得这段运子 也是运得很到位 嗯 接下来红方呢 走G6 G6进八 进八 嗯 进八的用意呢 就是说想将来 再啊 来做棋 那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红方 G一僵以后 来吃底下 对啊 不能直接吃这个底下 在哪呢 最主要黑方 因为这边有一个切炮 然后就把那个象吃了 所以说这儿呢 黑方也面临这个考验 因为你 既然你三路炮 为了保炮而涨了一步 嗯 那这儿呢 这条线呢 是红方 对 要突破的这个 主要的线路 那这个棋呢 黑方也面临这个考验 对啊 那么黑方看这条线呢 现在也不好守了 嗯 因为你炮没地方退 退我就直接砍了 对 就泡路权又放在 红方的狙嘴里边 啊 黑方也不肯 对啊 你炮了退二回去 带你这个地方丢死 那黑方 徐云川呢 也奋起奋起了 毕竟我人都势众啊 这个非常 这边打狙是先手 等于白拐吃了一个事 这儿呢 红方这个狙 还不能直接砍下 那还是面临着这个切炮 切炮以后 把狙落掉 黑方多死 多太多了 对 那红方狙 回狙 狙退一步呢 又吻着黑方这个马 对啊 那徐云川呢 再打一个事 再打一个事 这边抽居啊 你肯定要硬啊 这边抽居呢 这边打了还吃炮 反正 就是通过叫浆 打下 提一浆 吃中泡 全是先手 带着浆的 所以你吃马也不行 所以说许云川 可能在最早的计算当中呢 可能认为这么一走啊 这肯定赢了 三下两下就能把红方呢 击败了 对 所以呢 可能也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最后的定把 但是没料到呢 红方突然呢 使出了一招刹手锏 回了个底下 这一招的棋呢 让许云川呢 坠入了这个谜团啊 这有点麻烦 这个棋呢 就是许云川在临场当中啊 肯定是时间特别急了 如果我想给许云川 五分到十分钟的情况下呢 让他从容的计算一下呢 可能黑方呢 就能找到解决这个棋的方法了 但时段当中 许云川肯定是时间比较吃紧 对 等于错过了一个获胜的 绝好的时机 对 结果呢 这个棋局呢 就 这个急准之下 他走的是泡撕退八 泡撕退八 可能对防守也不是特别到位 这个近 有些消极 但他临场呢 也可以理解 就时间紧的情况下 用双方这个激烈的对攻呢 他想先回击一个子力 手抓二楼线 然后再攻击准备 对对 但是没料到呢 后来这个棋呢 就是生出麻烦来了 那黑方这个棋 到底应该走什么呢 实际上黑方呢 可以继续 最简单的 他就应该直接打相 这个打相就赢了 继续强攻 寻砖呢 肯定也是算到 只能出来了 简单的一算呢 出来吗 我就再打 再打一脚 你只能上来 那黑方呢 可以把这个泡 把泡吃了 直接吃掉 对 这个棋呢 粗眼一看去呢 就是红方呢 速度不行 你要吃马呢 我提一江一二二路 拘就绝杀了 或直接拘武将 也行 对 就说粗看呢 红方是不能连杀 是 那红方呢 寻传可能最顾忌的 就是拘江 下降 红方有一个属于平次 有一个塔相也 这个地方 地方一看 好像已经绝杀了 这个地方 看上去呢 黑方一下就 非常麻烦 对对对 因为你飞向的话 肯定不行 飞向我吃马 他又是一个先手 先手吃 你看啊 这个棋很巧 如果你拿泡到宝的话 我再平 再点二路局 你还是杀不过我 是啊 就是这个地方呢 会有些变化 那寻传呢 在林场当中呢 他觉得这个棋很危险 万一移不棋 走不好啊 对 就没有 挽救的机会了 但实际上 黑方这里边 有一个妙手棋子 几个巧招 解杀还杀 那黑方的 最简单的手段 就马来退棋 这是最安全的 因为红方 往这边移呢 他可以背后打 你如果再往这边移 我可以回个像 解杀 还杀 我这个项一退 降漏头了 我这居武棋就是僵 就是连杀 对 如果你要是居三 尖二 吃掉我的马呢 那他也直接就 看着很危险 卡底下 去的平均 双杀 对 像武棋漆 有一个这个霜的解杀 黑方有这么一个妙手 因为这边漏降以后 这中间是杀棋 解杀还杀 对 这步棋呢 我想肯定是去云川的 忽略了 在临场实验 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呢 没有看到 这个解杀还杀的手段 其实这并不是很难 肯定是时间紧啊 就是这么一晃 走得有点拘谨 一卡住 可能有点像绝杀的样子 所以说 这个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呢 这个对寻川的这种表现呢 也确实大家呢 也无可 有些影响 啊 后飞吧 这个时候 当时黑方肯定临场一看 这个回炮手也是比较稳健的 是 因为这个杀相随时都可以再杀 但是不然啊 这个走出来以后 黑方炮刺退巴 这儿红方把马吃掉 这儿黑方呢 他先打了一下去 有沙江呢 沙江上来 你再沙江 红方有一居子 有一层底居 你看你 你这个等于是 也很有意思 你双居正好不成杀 这边绝杀了 嗯 倒没有绝杀 但是就是这个棋啊 黑方啊 就是 不是绝杀吗 我觉得好像应该差不多的呀 绝杀没有 是吗 我看这个棋还特别巧 哦 那我出来 他可以拐一将 把具送给你 送局是吧 当然送局这棋肯定 对 是基本要输 因为我下一招还可以 黑方 你再退 只能就退局 然后准备对局 但是这个残局呢 黑方应该说是守不住 嗯 因为大家知道 缺室怕炮 因为这边 将来早晚你要 这个对局 这个对局什么的啊 或者他先打一下 就是这个次 打一下 把你赶走 他拘再回来 但这个棋肯定是 其实我拿眼睛一看 肯定是红方盛世 对 所以说黑方呢 不行了 锁不住的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棋局呢 了解一下这个象棋啊 有时候缺失的情况下 对双居的阻杀 特别怕双居 非常厉害 那这个时候 他就先打了一下 先打一下 吃象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因为红方这个局呢 没有合适的位置 红方走局六平七 这步棋呢 他走了一个这个 炮子平二 他为什么 他想这个 输出向老将的活动空间 就以后多个出将 另外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先手说局 因为无论红方这个局在哪里啊 只要红方先手 抢到这边 这个棋 这个棋 黑方就 麻烦了 很难办了 将来就有棋局了 那他炮子平二的意思呢 先捉一下你的局 但是红方这个局 又很轻巧的 又回来了 这棋红方 走得比较 好 黑方呢 没有办法 他一打又回来 这儿生物走了就有回合 我们看一下这个棋规啊 正好黑方这个炮子平二 算打 怎么打呢 他等于是杀炮带僵 带僵以后 我把你这个局弱掉 对 所以黑方这两步棋都是连续的打 而红方只有一步打 这儿变成了两打一环打 在棋规上来看呢 就是黑方呢 要变招 那么他们实战的经过也是 走了这么几个回合以后呢 寻传无奈 只能去变招 变招呢 这个棋就很无奈了 那这个棋 黑方还有一种走法 就是说呢 走绝二平一 绝二平一呢 试图用这个底炮叫江呢 来制造一些工事 这就是在这里是吗 因为你一捉他一打 你让开的吗 对 走到这里 就是红方如果要是吃这个炮的话呢 还不是特别罢了 红方也可以拦住他 因为你吃炮底下一僵 还有可能有点棋 有些这个抽死的这个手段 那黑方炮 真的红方可以再占这个雷 以后在这边占下去 对 这个棋子就等于红方 尽管这个局呢 让了一下了 但整体的局面呢 基本雷同 不影响 你下一僵我上将 等于是这两个局换了一个位置 对 你吃相我还是成绩局 将来黑方还要通过提一僵 还是要位 下降 砍一僵还得送局 跟我们刚才摆那个企图呢 基本一样 大致相同 所以说红方也是呢 这个盛世的局 如果下到这儿的时候 他就 对 他这个时候 这个很无奈 这个局面 他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打到这儿的时候 没有 他这样 他又走了一个这个 就是很无奈 黑方退了个地方 这看来就没有时间了 嗯 当然这个棋客观讲的 有时间 这个棋呢 主要 黑方这个局 中局被拖死了 主要他全体局太厉害了 你解不了了 没办法 看着双方啊 这个对攻这么激烈 黑方空多两个炮 多一个炮 但是用不上 对 但你要换句话说 这个局如果没牵住 就配合另外一个局 去煮沙 那红方也很难硬 是啊 就是 因为都没有 这棋啊 就差这么一点劲 均匀劲 这儿红方 他就红方等于把这个 炮雷腿 G6推二吃掉了 那黑方砍一浆 上来 黑方再吃一个香 再吃 这儿红方呢 很潇洒 他就初帅借工了 因为你黑方 必须要吃一部炮 废一部棋 对 这儿黑方 你废一部棋等于做沙 就摆绝沙的这个造型 你要慢一步 那红方先成沙 比如说 黑方这个棋要有个竹子 他就不吃炮了 他就要撇鞠 去阻杀了 那黑方很无奈 早晚这个炮也要吃 那吃了以后呢 最后的两步棋 红方 居六斤 一降 一下降 再居四斤二零 看正好 他这个 这儿雷腿 起慢一招 双杀 居六斤是杀 居六平五也是杀 当然居四平五呢 也是杀 这儿寻传就非常遗憾了 差 最后 起慢一招 但是如果前面这个 循玉川采用了这打相的办法 可能就先下手为强了 所以说 那么今年本年 这个 像甲呢 也确实呢 也带给大家很多 诸如此类的 这个进攻啊 对攻非常精彩的这个棋局 大家 这盘棋呢 也可以作为 一种这个 在缺失当中 一种杀的 杀法的这么一个借鉴 那好 接下来还有一盘精彩的 队局带给各位 那接下来 带给您的这盘棋呢 是 这个 浙江球冠队的 特技大师赵欣欣 那对阵的是 煤矿队的棋手 煤矿开轮骨分队的 谢叶剑 那在讲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两位棋手的 个人资料 赵欣欣呢 1988年出生了 他多次呢 获得全国少年赛冠军 特别是在 2007年 全国个人级比较赛当中呢 勇夺桂冠 也成为了 最年轻的这个 全国冠军 对 谢叶剑 原籍来自湖南的 这个业余高手 曾经几度呢 加盟这个煤矿开篮骨分队 他在2006年呢 获得这个 象棋大师的这个资格 应该说 谢叶剑呢 这两年进步呢 也比较神勇 应该说在 业余高手当中呢 也是很有名气的 赵欣欣当然 更是新歌中 对啊 这两年进步呢 也非常大 赵欣欣今年应该说 是最耀眼的明星了 那他采用了 这个新人指路 补局 黑方呢 对挺七族 红方 左正马 双方呢 以这个对兵局 开局 然后红方在第三回合呢 还架中炮 又还上了中炮 这就变成了中炮 对平空马的常见阵势 黑方是先走 去九平八 平居 红方上马 黑方再走马尔金山 那么也变成了 这个中炮 近期兵对平空马 这么一个堂堂正正的阵势 红方接下来采用的是 横距七路马 对 横距七路马呢 这个旗呢 特点呢 就是柔中带高 红方呢 变直居为横距呢 这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缓攻性 对 这个棋局的变化呢 也很难讲 到底是直居多 还是横距多 对 相对来讲 这个步调呢 比较平缓 这个 好处的就是 利于控制局面 战线呢 要比较长一点 不像这个直居呢 双方显得更加的激烈 和紧张 直居等于是 子力这个交锋的更快 就直接就有一些接触了 那横距还迂回一些 这个棋局就等于是 给黑方的选择呢 也比较多 嗯 黑方呢 在临场当中呢 选择了左向 对 向七进五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右向 向三进五呢 应该是最为流行的 是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用的最多的走法 对 那红方有局域平六 跟局域平四 两种选择 嗯 变化呢 也比较多 那除此之外 黑方还有奇特的 走法就是走狙击 跟红方的对讲速度 嗯 也有个别的棋手呢 对这个掌控区呢 有所偏爱 本局当中 黑方走的是左向 向七进五 对 这个呢 也是 不错的一种选择 嗯 它的好处呢 就是说这个阵地呢 左向 补起来以后 右翼显得比较结实一点 对 右翼底线啊 结实一点 不足的地方呢 就黑方这个右鞠 这个右鞠稍微慢一点 你如果补三向呢 将来不是鞠呢 对 可以类鞠出了 因为有这个八路炮封着 这个鞠是帮我出不来 那你要平炮的话 人家又抢出了这个左鞠 所以黑方的一路鞠显得慢一些 对 所以说这是左向的这个阵型特点 那红方走鞠平四 鞠平四 收鞠 黑方接着不适 嗯 黑方十六九 对 那这个调子也基本就定下来了 就是说黑方阵型比较工整 那红方呢 试图控制雷刀配合中路 这个辅助进攻 对 这个棋呢 红方呢 主要有几种攻法 我们 因为这个布局给大家讲的比较少 对 我们简单的说一句 有跳七路马的 这部跳马呢 实际是布局一行 嗯 好像不太好 是吧 黑方主要有强烈的反击 就是走抛尔进四 直接进炮 进炮以后呢 他这种棋不怕你送 就打兵 不怕送 因为这个打兵太快了 是啊 你不敢气象这样来跟黑方拼 当然 鼓到这就只能气了 你只能气 这个黑方速度快 对 黑方速度太快 两个鞭炮加上底居 这二红方呢 有七手曾经做过努力 飞象 先揉一手 嗯 他的目的就是你炮过来 我居好出来 嗯 但是黑方这里有这么一个好棋 啊 这招棋非常的经典 嗯 就是他不打你的兵 嗯 当你出去的时候 他居平二 先拉住你 将来的炮次进行这个反击啊 红方这个旗呢 非常的尴尬 就是说你如果为了把这个炮赶走 可能在捉什么的 就太费周折了 这个居过到这边了 这个阵型就不太 没意思了 对 所以说黑方有炮平四 这么一种 好棋 那么鉴于时间关系呢 就不多说了 在这儿 我们给大家点到为止 那这个起码七斤六不好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稳健的炮花间 准备将来呢 调整阵型 再补下 或者将来有机会对这个三拼 这种变化呢 阵型工整 也是可以的 那么 但是相当来比较稳健 因为你红方阵型工整 就是主动放慢速度的话 黑方也不怕了 对 黑方也有走平衡 黑方也慢慢调形就可以了 对 足以G1进3 然后G平2 对 还有走泡泡平1的 这个黑方呢 也可以呢 耐心的跟红方应对 那红方呢 本局采用的另外一种攻防 那么这种 我觉得也是表现得 最为积极主动的 这么一种下方 强行的从中路进攻 尽管黑方的中路 已然显得很厚实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路进攻 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虚虚假假 这个虚虚实实应该说 有可能是想中路突破 也有可能借着中路 把马活出去 或者说调一下子力位置 我觉得他这种意图 都有含在里边 那黑方呢 走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那么 以前好像我们给大家 介绍过这种 兵武军一的下方 对 因为这个在 这年初的这个 双人赛当中 就是走渡这个家居杯 这个双人赛的比赛当中呢 也出现了这个体盘 这种做法 对 特别我跟蒋川 跟这个江苏徐丹红 还有王斌的那个比赛 就走的这种表 黑方呢 这马从外路出来呢 将来能够登三兵 从红方的右翼呢 一个递跟中炮 第二个右翼 争取制造一点 给他牵制 反击 因为走其他的走法呢 因为这边慢嘛 你这边慢 你想运过来也很慢 所以就还是要靠自己的左翼 来来对红方 争取在速度上呢 对 跟红方抢一下 对冲一下 对 往接下来走 冰武器冲 黑方 马发进去等 这等于黑方呢 不理红方 这个走的也很有趣 如果拱的话呢 红方顺调上马 将来打出去也有限 对 登了以后呢 红方一般呢 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直接平兵平开 嗯 这个呢 在九十年代呢 退役大师洪华呢 曾经采用过 嗯 但是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 红方呢 有一个兵过河 啊 对黑方 还是有物质上的压力 但黑方毕竟也多了这个阻 对 黑方将来可以泡滑瓶漆啊 将来这个狙还 可以强硬的狙击式都出来 嗯 必要的时候 还有狙发瓶漆对狙 没错 所以说红方呢 显得稍微有点慢 哎 也不会特别有 对 啊 把握 那这个以外就是GCR 有这个 GCR呢 红方等于是 先走一个先手 对 避免他换这个中袍 嗯 啊 这儿黑方 这个招之旗走了一个 比较出人意料的走法 一般的思路呢 黑方感觉是 要充足保住这个马 哎 你这个兵愿意拱的也没办法 那黑方将来也有进泡 有进泡打 对 这儿的棋局呢 应该说错动复杂 啊 一时呢 还难以判断这个优劣 那我觉得可能黑方也是为了出气之盛啊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这个理解 感觉呢 这儿走呢 黑方 这个很稳 这个也是常理的这种下方 从战术 这个细节上来看呢 肯定是经得起考验 对 就是他合理 啊 但黑方呢 突然走了一个足迹 这我想可能赵新�林场 也没有 也没有想到 这个过多的这个准备 他突然去死了 这个怎么马就不要了呢 这个其实可能黑方呢 可能包括这个 呃 开轮队呢 他们可能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研究 有一些理解啊 我们 开轮队呢 在这个景学艺这个主角链的 这个率两下呢 应该说 这几年呢 这几年呢 也是比较稳步的进步啊 特别是他们这个开轮队呢 曾经在2003年首届向甲呢 打入了啊 这个向甲比赛的这个前三位 前三名 啊 勇夺这个铜牌 也是显示了非凡的这个实力 嗯 那这个席的用意 就是说 红方如果要是吃 我们先来看 就是说 这肯定是先分析 这吃行不行啊 黑方肯定是打 有一打 那我们刚才说到得子 他就有一个聚三平八 这边有一个桥队 就说你打这个 我就吃了 你再打马 我再吃 等于红方得一个 肯定不行 那你要 但是红方也只能 对 但是你如果打掉呢 我就泡五平八这样打过来 我还是红方这个 多子 吻持这个多子的这么一个 但黑方呢 但黑方等于大了这两个族 可能黑方这个 走的这个走法呢 那下到这儿 我想他们也会 只会这样发展下去了 就是说黑方将来 多这两个族 他几乎可能将来冲过来 那这两个族 够不够补偿这一个子 或者说这两个族 足不足以这个维系 黑方能够取得抗衡的 这样一个局面的平衡点 那我觉得 可能根据黑方的理解吧 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呃 现在呢 等于黑方呢 可能认为这路变化呢 他可以接受 可以完成应战 而红方赵欣欣呢 也是没有给对方 那可能红方 我觉得经过权衡 也认为这个族 黑方可以应战 那他如果红方 这个族优势了 我想赵欣欣 也会选择这么下 但没选 就说明他也认可 黑方的这种族 可以从这种逻辑推理上来看的 就是 那里面黑方 这足不足以弃弃子呢 起码双方在这盘旗上 都是认可的 大家都认可这种变化 那红方下了一个 马七进五 红方呢 就是没有敢轻易吃紫 对 吃了紫以后呢 他就怕 刚才我们说了 对方研究的比较深 他还是想继续贯彻呢 这个 争取组织进攻的这个打法 对 那这个打通了 也是很大的中路 黑方先送了一个 组五金先送了一下 这儿红方往下打掉 对 黑方再炮八平七 这儿再进攻上 那你延缓一下红方的速度 现在的红方再炮五金一 炮五金一 就是为了开马脚吗 黑方一下 炮六金二 这招棋啊 黑方走得不太好 炮六金二呢 这招棋呢 显得有点消极 嗯 他仅仅呢 是为了防范红方马脚 对啊 他就是为了防这一手 但这招棋 走出去以后呢 这个棋局显得比较被动 嗯 感觉可能还是应该出紫 是不是应该走鞠一进一 这种棋 走鞠一进一 或者走炮五金一 也是个死 就是我早晚要把那个鞠能亮出来 嗯 那可是无论你走什么 他是不是还是担心这一脚 那如果真的这样下怎么办 那这儿黑方鞠可以先亮吗 先先捉破 亮我就平出来 将来黑方还有去炮平 对这个鞠 对这个鞠 应该说黑方 不怕 还可以看好 对 这炮五金一 走或者走鞠一 反正应该考虑怎么动那个鞠 而黑方这个炮五金二呢 当然他跟鞠也有点联系 那个鞠也能 在未来的两三步骑出来 但是呢 总体来看这个炮五金二 本身这条鞠 鞠的消极 没有什么直接的积极作用 那洪方走鞠走金一 赵新下棋是下的比 有时候是挺凶悍的 我觉得方向性比较好 特别给对方啊 这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这个横拘 盘斗马 我就跟这放着 对 那这个谢一剑呢 这个临场的时间呢 肯定就比较紧 特别谢一剑呢 从那个 业余这个棋手出身呢 他就布局的体系呢 可能还不是很完善 那他实战呢 他走了一个炮平一打击 其实看起来 红方这种后续就可能收鞠过来 对 这个棋就炮了这样以后 就显得很被动 因为红方的金属速度比较快 对 红方这个鞠直接就上来了 也可以说这一招棋 导致了黑方整体的被动 后边的棋很难 那你看他 抗实战的 这个G1精英 G9精英之后 他觉得红方太快了 所以他这样下 谢一剑呢 是以这个计算力 比较好 就是说很有力量呢 这个在棋堂上呢 享有相当的这个荣誉吧 大家都认为他计算还是挺不错的 比较扎实 看着我们刚才看到照片了 就是也认识一下这位棋手 谢一剑设计了这么一种方案 就是炮了进来之后 打局再对这个中炮 试图把红方的这个中路攻势缓解掉 但是呢 红方除了前炮以外 还有一个后炮 这个是最讨厌的 所以说这个棋等于 黑方这种计划呢 失策了 等于知道了半天 还让红方这个G 抢先出来 对对对 本来你是先出G 就可以先抢出来 对 这个中炮呢 还难以撼动 还有一个哈 这个先摆炮 还是先打炮 也有一个次序 就你如果打一套的话 黑方足一进一以后 这个G1进三 是个通头G 大家要看到 那我这个先走 可能这个G1进三 这个足临线 就是红方的 照新确实呢 这个次序下的也很好 这个在细节上处理的 处理的非常好 也让黑方呢 觉得很难受 这儿等于黑方呢 又不肯拱 拱了以后 他又怕这毛鸡 这个灯啊 这个脚越来越宽 那反正你看着这一点 我就要进去了 将来又卡向眼 这都很厉害 对 那么黑方主动换掉 然后G8进三 他先来站住这个足临线 因为你试图从这个局来掩护足临线的这个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就抢到这个线上 嗯 等于白过一个冰 白过一冰 太大了 这个棋应该说红方呢 也应顺利呢 拿到了绝对的优势 这个局势已经推进了 很顺利 黑方只能再出那个局 加强防御 但红方呢 马无尽 可以顺势 那么再来手 你看这个棋慢了好多 看起来黑方呢 也似乎能够坚守很长的时间 甚至有很多顽强的机会 但是红方毕竟这个子力位置啊 太好了 嗯 所以红方就决定呢 直接采取这个攻击 那么G8平5 这个如果走G2平5呢 他虽然这个局啊 不能移动 G2平5可能麻烦 这一冲这一靠这个地方 哎 这个棋 黑方这个中局永远动不了 对对对 被针死了 这个局呢也太狭窄了 所以他只好走G8平5 但是你G8平5之后 你又发现这个局隐隐的 在这个马脚的外马脚上 也不是什么好意义 这个棋啊 同时啊 黑方走G8平5的时候呢 也给红方设计了 一个小小的陷阱 嗯 赵金非常冷静呢 啊 作为这个高手呢 他能够很清零的呢 把这个陷阱呢 给换了 无形当中就啊 绕着他走了 比如说我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你要是让G 或者说逃哪 我这边也有一冲 像我们刚才说的冲死G 哈 这个我们就把G拱死了 对 因为我们大家 出远一看 一平G一拱 对一拱不就拱死一个吗 必然我要得G了 嗯 的确是得G 但是不行啊 这个其他直接就有一个 这样一个转换 对 黑方可以啊 比较强硬的 弃鱼 那么你踩掉 我就等于G吃炮 马踩马 就是一G换二 据胶 据胶 据胶之后 情况你能把这个G对掉 我接受以后 无论你怎么换的话 你这个 之后我再把你蹬掉 等于G马对双马炮 这个黑方还有个足 就冰种上 黑方足以抗衡 对 就是红方这鸡要想赢呢 难度太大了 很难 基本上赢不了了 如果换成这种样子 所以说 当然呢 赵欣欣呢 还是很明智的 嗯 他把炮退回来了 以后这个三路马戒机 还可以连环往上 气势待发 同时 准备这两个马 在向西出动 嗯 黑方呢 拱足先把这马生根 足以轻 他也无奈这个气 他如果走去二斤二 来赶这个马的话 那可能 是不是会回马踩 对 回马一蹬 这儿红方炮打这个区呢 这个气红方呢 攻势如潮 对啊 以后在马五斤六 各个点马六斤四 如果你平中区 他将来要马六斤四 对 如果你平这里呢 红方可以下兵 这都是先手 黑 如果马三进五 红方也可以下兵 红方这个马呢 非常的活跃 嗯 他有六进八 跟六进四 这个双重的啊 准备握草的东西 一方中区 我就马六进四 如果你退居 我就马六进八 如果你退到这呢 你那个居右 对中线呢 我这样马六进四 也可以 我直接这边 也拐持着呢 是 这个棋 就是说 红方的攻势呢 很多啊 还有 很多的手段 可以去 啊 战术组合 所以说这个棋 这样也基本上 要守不住的一个样子 那黑方走出去 以后呢 我们看看 红方的这个进攻的手段 嗯 红方一平六 你看他刚才那个 暗含着的那个那个招就出来了 对 现在黑方在灯没有用了 砍不到炮了 对啊 白吃一个 啊 这儿黑方肯定不肯 他走 G2G2 再走 我看 那红方这个时候 粗看可能也有这种棋在里边啊 马七进五这种角 马七进五肯定是没有用 他再立一个 没意思了 这儿黑方呢 因为你打不起来嘛 你再冲也冲不下 回来也没意思 这儿灯 灯这边打着 这个鞠本人 对 因为你再打 他回马一江 这边一个鞠 你这样可能要丢子 所以说 也没意思 尽管红方占优呢 但这个时候在进攻上呢 还不能呢 麻痹大意 嗯 那现在他就 马七进六 从这儿跳进去 叫杀 嗯 叫杀的时候呢 这个棋啊 黑方呢 应该说最顽强的走法 还是应该把鞠二推四退回来 退回来啊 这是唯一的选择 嗯 当然这个走法呢 从长远上来看呢 也是红方 那肯定的 应该这个棋 红方这个棋可以 对平鞠 先杀 大家看到 黑方两个棋都不好动了 对 那个棋呢 只能横着动 这棋只能竖着动 甚至竖着 暂时也不能动 我把这个棋绕开 我以后这个 这一脚 这个棋等于红方的机会 他敢踩吗 踩的话 敌一江啊 一江 电炮呢 电炮 这将来有个提区 什么先手 是 是先手 或者说的 这个棋 或者红方简单一点吧 如果平鞠有风险 他可以直接平开 你这个吃不了马 我下 以后再下去 对 我下去 将来再鞠子平二 这也行 总之呢 就是黑方退鞠呢 也是很难守住 但是也是 相对顽强一点 相对能够 坚持时间长一点吧 那黑方实战 他走鞠二平六 这样让红方很从容的呢 对 就一举 获得了盛事 鞠一吃 一冲 那黑方只能 去拱 红方 很清零的把这个族 找回来了 所以说这个局面 走到这儿啊 因为你这个地方 这边杀旗 你永远来不及换这个炮 黑方啊 之所以这么被动 真是由于这个炮 这样这一招旗啊 太慢了 走得太消极了 呃 黑方 这个马利基 这这脚 很能防 他如果炮 第一的话 红方可以进去切段 又是杀又吃炮 这个黑方早晚也要输 尽管黑方 这儿走法 也能坚持一半 还得养个室了 将来 好 我们看黑方的最后